所罗门群岛台湾过去的邦交国 近期暴动频传甚至闹出人命 民众掀起反政府示威 目的就是要亲中总理苏加瓦瑞下台 同时也在6号举行不信任投票 最后结果苏加瓦瑞仍在位上 世卫爆发原因之一就是马来塔省人民不满 2019年所罗门总理决定和台湾断交 不过苏加瓦瑞却在辩论时指控台湾代理人 推动台湾利益策划反政府示威 才让局面变得如此动荡不安 对此我国外交部强烈回应 对此外交部米严正的博士苏加瓦瑞总理 相关的不实的指控 对于苏加瓦瑞总理 他因为他个人施政不当而不利 所引发的群众的不满的声浪 因此嫁祸给我国的政府 以及对于我国友好的民主派的人士 外交部我们对于苏加瓦瑞总理 相关不负责任的言行 我们表示遗憾并且予以谴责 不止苏加瓦瑞的言论遭反驳 当地反对领袖也跳出来指控 明明是苏加瓦瑞利用大陆资助的国家开发资金 收买国会议员巩固自身权利 离开了台湾之后跟中国建交 经济上面不但没有进展 内政上面却陷入更大的混乱 国外的政局一样是相当的错重复杂 那我们在跟友邦交好的同时 不要用不正的方法 然后去太过去介入国外的政治 他们政党彼此间的纷争 苏加瓦瑞称不会屈服 索罗门群岛的动荡恐怕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